今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开始对德国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 眼下俄乌冲突持续延宕 欧洲经济前景不明 欧洲议会选举在即 在这样的背景下 法德两国领导人这次将会聚焦哪些议题 曾经在欧洲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法德轴心 这一次能够实现重启吗 据央视新闻原引法新社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首先会与德国总统施泰伊·麦尔进行会谈 随后再前往德国东部城市德类斯顿发表演讲 并访问德国西部城市明斯特 然后再前往柏林郊外的梅泽贝格公 与德国总理舒尔茨进行会谈 外界还注意到 上一位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统是希拉克 时间还是在24年前的2000年 有外媒分析认为 尽管马克龙曾多次前往柏林与德国总理舒尔茨进行对话 舒尔茨也曾多次到访法国 但是国事访问的礼仪级别更高 通常会有更多的盛大仪式 这对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法德之间关系以及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确实颇为微妙 从核能到碳排放 从欧洲电力市场改革到与美国的关系 双方都存在分歧 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 两国对欧洲防务态度不同 矛盾进一步加深 例如在如何应对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上 德国在输送武器甚至出兵方面更为谨慎 在能源问题上 法国更加依赖核电 而德国却在去年关闭了最后三座核电站 在对美关系方面 德法之间也长期存在明显分歧 相较于德国 法国更加强调摆脱对华盛顿的依赖 实现欧洲战略自主 舆论认为 这次法德两国虽然有望达成一些合作共识 但两国关系的前景仍有待观察 好 就相关话题 马上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赵晨 赵先生 马克龙的这次德国之行是24年来 法国总统对德国的首次国事访问 此前法德两国领导人也是时常会有互访或者是会面 但是为什么长期没有国事访问这样高规格的外交互动 那这种情况又为什么会在当前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出现变化呢 这里面背后有两点原因 第一点原因是一种象征性意义的访问 那在去年德国方面呢是访问了法国 法方以国理的规格呢来接待德方 那实际上是纪念爱丽舍公条约签署60周年 这次法国总统马克龙呢其实是进行回访 法国总统马克龙呢这次要访问德国的路德维西港 那实际上在60年前 法国的这个总统戴高乐呢曾经在这里发表过著名的和解式的演说 那这次呢其实马克龙也希望效仿戴高乐总统 那以德语来发表一篇演说 向全球以及向法国和德国民众来招式法德关系密不可分 那他原有的60年前的爱丽舍公条约的精神呢 依然长存 第二点呢就是目前的德国的政治形势 使得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应当接触 除了舒尔茨以外的其他德国政要 这个呢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呢 希望在明年德国大选 以及今年6月份马上就要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之前呢 更多的接触德国方面的政治人物 那同时呢这其实也是对于目前德国政府 三党联合政府的一种小小的不满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舒尔茨 他是处于一个弱势总理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有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的人士呢 担任其政府内的高官 而舒尔茨呢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完全的 像当年他的前任默克尔一样管理好德国政府 因此呢马克龙这次访问呢 其实也是希望能够以全方位接触德国政要的形式呢 来巩固法德关系 赵先生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 法德关系以及马克龙与舒尔茨之间的关系 其实不是那么和睦 双方在原污能源防务对美关系等 一系列议题上都有分歧 那么这样一次访问能够在多大程度上 弥合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呢 整体上来说呢 德国人认为法国太理想主义 马克龙的很多想法呢不切实际 而法国人尤其是马克龙呢 认为德国方面呢太过于自私 比如说德国在俄乌充的爆发以后呢 推出了自己的能源补贴法案 法国中的马克龙就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会扭曲欧洲的市场竞争 再来就是对美关系的问题上呢 其实德国方面呢 在对美的依赖度方面远远的超过法国 认为法国方面的一些关于欧盟独立防务 独立搞这个自己的国防产业的方面的安排呢 目前呢有可能会背离美国以及北约的意愿 那这些方面呢德国其实还是心存犹疑的 但是整体来说呢 这次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访问呢 其实在一定程度可以缓和和缓解德国方面的一些疑虑 那也有可能通过这次访问呢 与德国方面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能够达成一些长远的机制性的安排 那在乌克兰入盟的问题上呢 法德之间呢可能会达成一定的初步的相互谅解 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防产业的共同的发展方面呢 德国方面呢有可能在保持自己F35战斗机不变的情况下呢 与法国方面呢在防务产业合作方面 尤其是在炮弹生产方面呢 可能会达成一些新的机制性的安排 用增量来化解原有之间 法德之间的这种在存量上的这样的一些分歧 这有可能会有利于缓解法德两国之间 目前在多个问题上的矛盾